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梵蒂冈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11月20日 接近出席纪念范儿大公会议 大公主义法令颁布50周年会议的人士 教宗强调 寻求基督徒的圆满合一 仍是天主教会的首要之物 合一首先是天主的恩赐 是圣神的作为 但我们众人都必须在各种环境中始终合作 必须承认 基督徒仍处在分裂中 而且在新的人类学和道德议题上的分歧 令我们迈向合一的旅程更加复杂 教宗方济各11月22日 接见了意大利全国传教大会的与会者 勉励他们不要失去用福音改造世界的梦想 教会生来就得走出去 去聆听穷人和远方者的呼声 去会晤众人宣讲福音的喜乐 教宗方济各强调 传教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任务 而是所有基督徒的任务 包括儿童在内 你们不要害怕 因为天主的仁慈将改变个人及整个民族的历史 教宗说 我勉励你们 不要失去用福音及福音的教母改造世界的梦想 从人类和存在的边缘开始 走出去 意味着克服彼此说闲话的诱惑 不忘记有许多人正在等待我们仁慈安慰和希望的话语 教宗方济各11月22日上午 在梵蒂冈接见教会运动和新团体350位成员 这350位教会运动和新团体的成员 于11月20日至22日 在罗马参加第三届世界大会 讨论福音的喜乐传教的喜乐 教宗指出 教会运动和新团体在教会意识上如今已迈向成熟阶段 这阶段要求持续皈依 好能使福传的动力结出越来越丰硕的果实 教宗方济各11月22日 在保罗六十大厅接见了 参加第29届自闭症国际会议的人士 以及患自闭症的儿童 教宗表示 应该消除压迫自闭症患者及其家庭的孤独感和耻辱烙印 大会由盛座医疗目领委员会筹办 自闭症又称自闭症普系障碍 这种疾病为许多家长带来了无尽的折磨和看不见的痛苦 教宗方济各怀着自然亲切的态度 爱抚着这些自闭症孩童的小手和小脑袋 这举动虽然没有引起孩子们的反应 却是站在一旁的父母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教宗为这个无力奋战的世界发出鼓舞勇气的疾呼 教宗说,所有人都应该促进接纳、相遇和观案 提供具体的帮助,重新点燃他们的希望 从而消除使自闭症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 常常感到不堪重负的孤独感和耻辱烙印 教宗方济各11月23日基督普世君王节 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大礼弥撒 将六位真伏册封为圣人 新圣人中有四位意大利人和两位印度人 教宗谈到这六位新圣人说 他们借着慷慨献身于天主和弟兄的工作 在各自的环境中侍奉天主的国 成为天国的继承人 他们每一位都以非凡的创举 回应了爱天主和爱尽人的诫命 他们不遗余力地服侍最弱小的人 辅助穷人、病患、老年人和外乡人 他们喜爱卑微和贫苦者 成为无条件爱天主的反应及尺度 同方济各11月24日在梵蒂冈接近了埃及总统赛西 盛作发表公告指出 在亲切交谈中 双方谈到埃及的局势 并指明在政治过渡时期 教会亲近和关切所有埃及人民 此外 教宗和埃及总统住院 在维护人权和宗教自由方面 新宪法确定的保障 能加强所有社会成员的和平共处 继续走宗教对话的道路 教宗和埃及总统也回顾了一些 共同关注的课题 尤其是埃及为促进中东和北非的 和平稳定扮演的角色 从方济各11月25日 前往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 进行他的第五次国际访问 当天早上八点多 教宗的去程班机从罗马搭翻起机场起飞 他在飞机上问候了随行记者 并拍发电报给索金领空的国家元首 他从罗马前往斯特拉斯堡的飞机上 教宗亲自问候随行记者 感谢他们的陪伴 并预祝这次单日往返的紧凑工作 不会太过操劳 教宗方济各11月25日上午 访问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 发表一篇讲话 他强调 欧洲是一个多民族的家庭 受照关心每个民族和每个人的脆弱 会使人享有尊严而奋斗 把人当人对待 而非作为经济物品 教宗指出 欧洲若能重新发现自己的精髓 就能成为全人类的宝贵参照点 他特别提到欧盟创始人 为建设欧洲所提出的具体价值 人的尊严 关怀 互助 欧洲人的尊严 教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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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 通读圣伯德罗宗徒至罗马人书 凡受造之物都热气地等待天主子女的显扬 因为受造之物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 并不是出于自愿 而是出于是他屈服的内未的决意 但受造之物仍怀有希望 脱离败坏的控制 得享天主子女的光荣自由 以上是天主圣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午好 今天的天气有点坏 但你们真勇敢 祝贺你们 希望我们今天能一同祈祷 范尔大公会议 在向当代人介绍教会时 详细谈到一个基本的事实 一个我们永远不可忘记的事实 教会不是一个静态体 平静不前 以自身为目的 相反的 它在历史中不断行走 迈向那无与伦比的终极目标 即天国 而地上的教会 是这天国的萌芽和奇典 当我们从这个视角来思考时 就会发现 自己的想象力实在有限 勉强能撇到 这超出我们感官范围的 奥秘光辉 于是我们心中不自觉地 产生几个问题 这最终的过渡 何时来到 教会将进入何种新的境界 到时候 人类又将何举何从 我们周遭的受造界又会怎样 然而 这些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 耶稣的门徒当时就曾问过他 这事何时发生 有关受造界 受造物 等一切事物的精神胜利 何时来到 这是人性的问题 古老的问题 我们也会这么问 反而文献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的牧制宪章 关于人类心中 始终回荡的这些疑问 如此表示 对于大地及人类终穷的时刻 我们一无所知 也不知万物将如何改变 但为罪恶所玷污的世界面目 必将逝去 天主告诉我们 祂将替我们准备一个 正义长存其内的 新的住所 新的天地 其幸福 将要满足并超出 人心所能想到的 一切和平的愿望 正如圣经所在 教会的终极目标 就是新的耶路撒冷 是天堂 那不是一个场所 而是一个灵魂的国度 在那里 我们的最深切渴望 将得到远超过我们 所愿的满足 而我们 作为受造物 天主的子女 将达至圆满的成熟 我们最终 将以圆满的方式 享有喜悦 和平 与天主的爱 不再受任何的限制 面对面地 看到天主 一想到这些 一想到天国 我们就精神一阵 我们大家 都将在内里相聚 好极了 多么振奋人心啊 从这个视角看 想到在天上的教会 和仍在地上行走的教会之间 存在一种 延续和深刻的共荣 实在美好 事实上 那些已经在天主面前生活的人 可以扶持我们 为我们转求 另外 我们也始终受邀 献上自己的 善行 祈祷和感恩计 以减轻那些 仍在期盼永福的 灵魂的痛苦 的确如此 因为在基督徒看来 差别已经不在于 一个人是否死了 而在于 一个人是否在基督内生活 这是决定性的因素 对我们的得救 和我们的幸福 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周遭的一切事物 那源于天主心思的受造界 也必将纳入这美妙的计划 圣保罗宗徒 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 他说 受造之物 仍怀有希望 脱离败坏的控制 得向天主子女的光荣自由 其他圣经章节 还用了新天 新地的图像 也就是说 整个宇宙将被更新 以劳永逸地摆脱 一切罪恶应激 和死亡本身的束缚 这样的一种蜕变 实际上 在基督死而复活后 已经开始发生 因此 这是一种再造 不是宇宙 和我们周遭世界的毁灭 而是使每个事物 达至真 善 美的圆满 这就是 天主圣父 圣子 及圣神 始终想实现 并且正在实现的计划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想到 那正在等待我们 绝妙的目标时 就会意识到 属于教会 真是一项美妙的恩典 这恩典 带有极其崇高的圣照 让我们祈求 童真圣母玛利亚 教会的母亲 常常守护我们的旅程 帮助我们 像她一样 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 做信赖 与希望的喜悦标记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